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流感病毒 是會在發病 頭過48小時至72小時 即是頭過1至2天 病毒數量忽然間在身體內大幅上升 達到高峰 因此如果使用抗流感病毒藥 最佳的使用方法 就是在病發 最初的48小時內使用 這樣會達到最佳的效果 不過 如果過了黃金時期 即是多過48小時 流感病毒藥仍然可使用 亦是有效的 病毒藥最重要是完成療程 通常一個療程是5天 每天服用藥物兩次 所以必須按時 和完成療程 因為如果一停藥的話 這個流感藥物就會 沒有了預防和治療流感的作用 希望大家在服用這個流感藥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用藥的時間和日期 這樣才可以令到流感藥發生最大的作用 如果孕婦萬一不幸染上流感 我們如何處理呢 可不可以吃抗流感病毒藥呢 我們在這個情況 便會平衡服藥和不服藥的利害關係 流感症低上來說是有危險性的 亦可以引致嚴重的病發症甚至死亡 所以如果能夠用流感病毒藥去抗衡 我們覺得孕婦在有病發初期 應該盡早看醫生 而目前來說 亦沒有研究顯示 流感病毒藥會影響到孕婦和胎兒 所以如果各位懷孕的媽媽 是染了流感症狀的話 應該盡快看醫生 和醫生商量究竟是什麼 是最適合的治療方案 以及需不需要使用突敏覆 或者落感青去醫治流感症感冒